下面呢我们来看这个巩固提高 这部分的数列题目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个选择题 这个选择题啊难度并不是很大 因为我们在前面呢多次提供这种思想叫提供因子 那你看我们以前说两个E啊 这个A就当作E嘛 A当作E E的什么次方E的什么次方都一样 那么显然分子呢要往外提个供因子 是吧提这个A出来 后边呢这就变成E了 然后上面呢这一大堆就当作小狗 是不是A的狗次方减E 用用等价 那么分母是一个道理 分母呢就是提这个 然后后面剩个E 然后呢这个B的次方当作狗 B的小狗减E 那么大家发现这个供因子的极限是多少 其实都是E N取无穷大 N加E做分母倒过来是0 0次方是E 底下也是E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 这个地方就不要了 嗯 这个地方是不是也可以不要了 其实也不是不要 是它达到E了 供因子达到E E就不显了 供因子达到E就不显了 后面怎么办 用等价代换 用什么呀 开始被 是不是A的X的次方减E 那就是等价于X倍的Long A 所以上面等价成X倍的Long A 底下呢等价于X倍的Long B 等价完了之后 这两个再约掉 剩个Long A 除个Long B 那就做完了 Long A除以Long B 那就答应该是B选项 Long A除以Long B 好吧 这是一个基本的运算题 涉及到提供因子 涉及到等价代换 那么再看第二个 填供体 A 这是一个数列 但是你发现这个A 它是怎么制造的 用一个反常积分 那么我们自然要先解决这个积分 先解决积分就得到了A 得到了A 再去往下求极限 那么第一步要求积分 这个积分应该怎么求呢 显然这个积分应该用分布积分法 因为它是两个函数相乘 对不对 面对这种两个相乘做积分 都得用分母积分 分母积分 是不是按照反对秘三指当U 是吧 反对秘 是不是秘函数保留 大家把这个E 是不是扔到后面 形成V 开始被UV减掉V底U 把这个积分算下来 好 U乘V 那就是这个地方相乘 那么X取正无穷往里带 X取正无穷 那我们不止一次说过 是吧 秘函数在正无穷 是不是没有这个指数函数E X在正无穷大 所以把正无穷往里带 它在分母上 这是负X吗 在负母上为0了 0下限往里带 更是0 所以第一项就没有了 就看后面 后面呢 剩个什么 剩个XN-E E的负X 那你发现 这个积分 就是分布积分以后 跟原来的差什么 你看 原来的是X的N次方 你琢磨琢磨 X的N次方 它起名字叫AN 那你现在呢 是X的N-E次方 就这个地方就没了 这是不是XN-E次方 那你讲XN-E次方 那自然叫什么了 那应该叫AN-E 这才对 当然多个倍数 多个N倍 所以我们通过一次分布积分 得到了一个什么D推 是不是AN能变成AN-E 前面多个倍数 那么按照这个东西 一直往下推 看AN能变成N-E 前面多个N倍 大家再想 那N-E能变成N-E 前面多个几倍 你不能再多N倍了 是多个N-E倍应该 对不对 应该是多个N-E倍了 好了 那这样 它推到这多个N倍 再往下推 它又多个N-E倍 那一直往下推 最终能推到几 推到N取0 看到没有 它跟它最少最少是N取0 所以我们一直能推到A0 如果推到A0 前面多谁 你规律 N-E前面多N N-E前面多N-E 是不是多个加1就行了 你是A0 那我就多谁 答对了 是不是前面多个1就行了 好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只要把A0找到就行了 那么我们来看A0是谁 A0 那就是把这个N取0往里去带进去 那大家想了 如果N取0的话 N取0 那这个地方就没有了 只有E的-X E的-X 找原函数 去上下线 就是1 它就是1了 那最终把它换成1 N乘N-1到1 再乘1 刚好是什么 N的感叹号 所以这个数列 就被我们找到了 这个数列就是N的阶层 好了 这个数列AN 就是N的阶层 那接下来呢 让咱们求 这个倒过来 相加的极限 我们来看 K从0到N 然后N又取无穷大 那你想想 它本来是 从0到N N取无穷大 那你想想 这个N一旦取了无穷大 那上面直接变成无穷 不就得了吗 本来是从0加到N嘛 本来是前N向相加 前N向相加 然后N再拉到无穷远 那不就是无穷向相加了吗 那么这无穷向相加 就变成几了 你看 本来这是几呀 你看这个K取1 K取2 K取3 是不是 1的阶层加2的阶层 就是1的阶层分之1 2的阶层分之2 3的阶层分之3 一直到N的阶层分之N 然后N再取无穷大 那不就相当于是 最开始是0 0的阶层分之1 1的阶层分之1 一直往下 本来是加到N的阶层 现在N取无穷大 是不是一直往下加 那就是0的阶层 1的阶层 2的阶层 一直往下 变成这个东西了 那可是这个东西等于几呢 我们很多同学想不明白 老师这等于多少 这东西 这个地方要想到谁呢 想到咱们重要函数的展开式 咱们是不是学过很多函数的 它的展开 其中有个谁呢 有个EX 大家想想 那个EX的展开式是多少 是不是就是从0到无穷 是不是N的阶层号 XN此方 这个得自己想到 那为啥能这样想到 你自己翻翻你的三十奖 三十六奖 是不是菲姆是N的阶层号 想EX 菲姆是偶数的阶层号 比如2N 菲姆如果是2N的阶层号 想cos 如果菲姆是基数的阶层号 比如2N加1 想谁 想3 就这三个规律嘛 你听见没有 菲姆是N的阶层号 想E 想EX 菲姆是偶数的阶层号 比如2N的阶层号 想cos3 菲姆是基数的阶层号 比如那个2N加1的阶层号 想3 就这三个阶层号呀 你翻翻你的书 展开式你得找规律 所以N的阶层号 想到E 就是EX了 我们知道EX 应该是N的阶层XN此方 那你想上下文要想相等 除非干嘛 除非让X取个1 不就行了吗 这个地方 这是X取1的意思 X的取1 是不是这个等号 它就呈现了 是吧 那上面这个东西等于几 就是下面这个地方 X的取1 那X的取1 那自然等于多少 那不就自然等于E了吗 所以这个答案就是E 这样来做的 好了 这个填空题也是一个小综合 涉及到积分的计算 涉及到地推 涉及到EX的展开式的使用 好 再往下我们来看几个综合性比较强的这种题目 3456 第三题呢 这个第一位 让同学们证明这个不等式 大家看 这个地方就是左半部分 是不是咱们在强化训练里面就已经用过了 是不是Long1加X的小于X 咱们在强化训练里面 我记得那个第三题取对数 还有那个第几题呀 还有个第七题都已经用过了 这个不等式我们早就记住了 然后呢又让考生证明什么 还得证明右边这个不等式 先正左边再正右端 怎么证明 一句话用导数 用单雕性就能给出证明 由于这一段证明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能够独立完成 或者说呢 我们会在第六章里边 专门给大家总结证明不等式 故在此我们就把红颜色这个不等式 和紫颜色这个不等式的证明过程 留给大家 我相信你能解决 要证红颜色 是吧构造一个辅助函数 求导 分析单雕性 要证紫颜色 也是构造一个辅助函数 求导 利用单雕性 我觉得能解决 我对你是有这个 是吧 这个希望的 我觉得 如果实在解决不了 那你就参考我们的解析分测 好 我们不再去证这个不等式了 我们就认为第一问做完了 我们直奔主题 做第二问 第二问是最难的 第二问证明数列有极限并求 那怎么证明它有极限 这是不是给了一个D推 左边是XN 看 是不是左边是DN向 右边是D几向了 是不是右边真的有DN加1向 像这种N和N加1构成的D推 要想证明有都是奔着两条单调 有界 所以有极限 那怎么证呢 我们得用这个不等式 这个不等式呀 怎么用呢 我们来琢磨琢磨 它给了第一项 是不是0小于X的1小于1 它给了第一项 我就想研究一下第二项 对不对 慢慢的看看规律呀 好 我们来看 那由第一项 要想研究第二项 你肯定得借助这个第一问 所以我们把第一问揪过来 根据第一问 人们已经得到这个不等式了 是不是Long小于X 在干嘛 X是不是又小于这个E 这是第一问 咱们这个不等式拿来直接用 然后我想干什么 现在 现在我想由这个第一项X1 推出谁 推出第二项X2 那怎么推 就是在这个原题目中 让N取几呀 让N取1嘛 N取1这个右端就会出现X2 看 是不是就是X2-1 等于这个N取1 是不是Long 好了 由第一项 人们就找到了第二项 这不出来X2了吗 那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用第一问的不等式 看 第一问告诉咱们 Long1加X1 看这个地方 Long1加X比X的小 这个地方不就用到了第一问的不等式了吗 是不是用到这个不等式了 用到Long1小于X 这是第一次用到这个不等式 那大家再想了 Long1加X的小于X1 X1在哪呢 比1小 那所以这个又干嘛 比1小 比1小 然后大家再想了 这个X1还大于0呢 X1大于0 那这个地方呢 那1加X1呢 那肯定比1大了 是不是肯定比1大 那你想过没有 就是看这个地方 他自己比0大 他自己比0大 那加个1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1加它肯定比1大 Long1超过1肯定干嘛 比0大 所以这个地方又比0大 是不是又比0大 所以我们证完了 证出什么了 是不是证出第二项 减1 E的X2减1这个地方还要干嘛 是不是E的X2减1还要小于几 是不是小于这个1 E的X2减1小于1 说明E的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E的X2应该干什么 是不是说明E的X2应该小于2 那是不是应该小于 这不有个1吗 把1是不小于2 那说明X2应该小于Long1 但是Long1 2答不到几 Long1 2又小于Long1E 是吧 E是2.7吗 那E是2.7 这不就出来了吗 看看跟上 是吧 E的X2减1比0大 导致X2比0大 E的X2减1小于1 说明E的X2小于2 说明X2小于Long1 Long1 2小于Long1 答说明X2小于1 这个右端不也出来了吗 好了 这就说明啥呢 说明我们根据X1在01之间 能推出X2在01之间 那么如法炮制 我们相信什么呢 相信能推出每一项 都应该在01之间 那这叫什么 归纳法 由X1能推X2 那我们可以假设 那假设XK也在01之间 那你想想 如果做这个假设 假设XK也在01之间 我们同样能够推出什么 推出XK加1 也应该在01之间 也就是说 这道题借助什么 借助我们的归纳 可以认为整个数列都在哪 认为整个数列都在这个01之间 这说明什么 说明数列是有界的 这一段考到我们的归纳法 实际上由X1导出X2就已经行了 然后不难看出 同理可证 归纳可知 都可以这样来去写了 好了 这样的话 整个数列都在01之间 说明是有界的 有界还得正什么 正单调 正单调呀 正单调说白了就是干嘛 是不是研究这个XN加1 和XN的关系 对不对呀 单调性不就是XN加1 跟XN 它们两个的大小关系吗 大了就是增 小了就是减 所以要想弄清 它是单调增 还是单调截言 我们还得回到这个题目条件上 好 那么这个题目条件 这一端是XN加1 咱们把N加1得揪出来 把XN加1 那你看 这个地方有个XN加1 是不是减1 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右端 这个Long的这个1加多少 是不是1加XN 这个题目给的条件 好了 那这个条件能说明啥呢 这个条件能说明啥 现在可以用 咱们第一文章不等式 再用 看Long1加X 是不是小于X 当然这个不等式是在什么时候 是不是X在01之间 是不是在01之间 我们有这个不等式 而我们在上边已经证明了数列也在01之间 听到没有 那你看 数列在01之间 所以Long1加数列就小于数列 为什么 因为第一位告诉你的 看X在01之间 Long1加X小于X 所以这个地方就用到第一文章不等式 小于XN 什么小于XN了 好 再来看这一段 E的XN加1-1 再看第一文 它干什么 是不是EX-1 当X在01之间的时候比X大 得是01之间 就是说呢 当自边量落到01之间 有右半段成立 那你现在看呀 现在我们的数列已经在01之间了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用不等式 是吧 当自边量落在01之间 有右端这个不等式 E-1大于这个自边量 所以呢 这一段又用这个不等式 于是看两头得到什么 得到N加1小小 小于谁 是不是N加1小于N 这说明什么 N加1小于N 这就足以说明单调递减 够 做完了 刚才是有界 现在单调递减 那于是单调递减 有下界 所以它极限存在 极限存在 把极限记为A就行了 那把极限记为A 接下来还得干嘛 还得求出这个极限 到底等于几 那你看我们刚才已经证明了 数列都是比零大的 数列比零大 根据保号性 数列比零大 它的极限肯定干嘛 肯定是大于等于零 有可能取到零 这个不用含糊 你比如N分之一是大于零的 但是N分之一的极限呢 是不是极限就等于零了 这个很正常 保号性 好了 那么所以我们认为它有极限 有极限 而且极限肯定大于等于零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保号性 因为数列比零大 你数列自己比零大 你又有极限 你的极限肯定大于等于零 大于等于零 有两种情况 要么大于零 要么小于零 我们来看 到底是大于零还是等于零呢 极限为A 那怎么求出来 还是要利用这个D推 再一次在这个D推 是不是在这个D推两端取极限 得到一个等式 得到Long1加A 是不是等于这个右端 Long1加A等于EA减E 那大家想了 Long1加A等于EA减E 这个方程咋解呢 答解不出来 就是真正的我们没法解 但是我们不止一次讲过 发挥什么法 答对了 观察法 就是这个方程 我们真本领没法解 但是观察 那你想 Long1加A等于EA减E 那A又大一等于零 A只能是谁 A只能是零 你A取零往这一带刚好成立 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只能是什么 只能是A取零 原来说老师 为啥A不能大于零 为啥A不能大于零 你看第一问 看第一问 你看第一问 一旦自边量大于零 就会产生什么 产生这个Long1 小于这个E了 看到没有 是不是Long1加A 小于EX的减E 什么时候 只要自边量大于零 那你看 如果这个A大于零 如果A大于零的话 就会导致Long1 就会导致Long1 小于E减E 小于E减E 它不可能等了呀 这个等号就不可能发生了呀 听到没有 所以A大于等于零 有两种情况 A取零刚好使它成立 A大于零 这个地方不可能成立 因为第一位告诉你的 听到没有 所以A只能取零 A只能取零 那意味着极限 也就只能等于零 打造完了 这是一道综合性 比较强的题目 涉及到归纳法 涉及到这个 是吧 用重要不等式 推出我们的单调性 然后呢 最终用观察法 得到我们的极限 到底等于几 这个题就全都有了 综合性很强 这个题目 好了 这是第三题 再来第四题 第四题呢 又是一道综合性 比较强的题目了 说小F的导数 大于零 小于它 X1等于A 第一项给了 又给了个什么 D推 是不是给了个 XN加1 等于这一大堆 然后呢 证明有极限 那怎么证 单调有界 那怎么证 单调有界呢 单调性 我们在前面 也谈到过 最好的方法是作差 想起来没有 是不是那个 强化训练里面 就给大家打个招呼 作差正单调 或者说凑重要 不等式正单调 像刚才上一个题 就是借助不等式 这个地方作差 XN加1 用这个D推换下来 XN也用这个D推换下来 XN那应该是谁了 N-1了 好了 这就出现了什么 哦 不得了 是不是出现了 F-F 而且F呢 还有导数 大家想 F-F 想到谁 拉个朗日 是不是拉个朗日 F-F-A 等于F求导 B-A 好了 这就得到什么了呢 等于F的导数 然后录个B-A 但是好在什么呢 好在这个题 导数实在大于0大 那大家思考了 导数比0大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F1 可算肯定也大于0了 它肯定也比0大了 因为导数处处比0大 导数比0大 说明啥 说明这个红颜色的X 跟这个紫颜色的X 它俩肯定不相等 差个导数 但是这个导数是什么导 这个导数啊 是一个正的 这就说明什么 说明红颜色这个X 跟紫颜色这个X 两个字同号 能明白吗 你想想 要取正都取正 比如红的X取正 那这个紫的X也取正 紫的X取正 红的X也取正 这不是个道理吗 它俩同号 记住 这个红色的X 跟这个紫色的X 一旦同号 数学上就是什么 就意味着数列单调 袁处老师呢 单调增单调减 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同什么号 如果同正号 就是单调增 如果同负号 那就单调减 在此只能知道同号 不知道同正同负 所以我叫单调 好了 那么经过拉格朗日 经过同号 得出单调 单调 那我往下 得证明有什么戒 因为你并不知道 单调增 还是单调减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你得证明 它的上戒 跟下戒 应该同时有 对不对 因为你也没说增减 那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咱们得上下戒都有 那你想 要想证明这个数列 上下戒都有 就是这个XN 那最好怎么证呢 大家想想 最好加绝对值 那你想 比如说 打个操高值 比如说绝对值小一等于三 这啥意思 绝对值小一等于三 是不是自己在正负三之间 那么负三就是下 正三就是上 你要想证上下都有 最好就是加绝对值 这是技巧 经验 对不对 我加上绝对值小于谁 那不就认为 既有上也有下了吗 对不对 你如果只证他自己小于三 这只能有上戒 那下戒呢 还是不知道呀 所以为了证上下都有 人们怎么办呀 给他这点加个绝对值 这都是经验 是不是给数列加个绝对值 给数列加个绝对值 看 就是给这个小F加个绝对值 所以呢 往下我们要对这个小F这个地方 要证明他的戒 那这个小F应该能比谁小呢 那你看看 小F自己比谁小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什么 我们知道小F的导数比谁小 所以我们要再次将小F跟小F的导数 他们两个搭桥梁 是吧 要把小F 因为小F比谁小不知道 但是小F的导比谁小 这是知道的 所以呢 我们要由小F过渡到谁 过渡到小F的导 这也是本题第二个难点 如何由小F过渡到小F的导呢 打经典的这样 独目难知 大家想 小F自己没法跟导数连在一起 怎么办呢 给他多减一个 给他多加一个 是吧 我给他减一个加一个 这不横等变形吗 这一减这一加不得了 看后边这个地方 就能引起什么了 导数了 是不是F减F F减F 是不是大家可以想到拉格朗日了 拉格朗日可以想 但是不好做 这个地方F减F 大家得记住了 F减F 一方面走拉格朗日 还有一方面走什么 走牛顿 莱布尼兹 考验数学高等数学中 碰到F减F 有两个想法 FB减FA F1比尔可三B减A FB减FA 等于A到B上 F都倒做积分 这是难想的 初学者很难想到这个地方 就是说呢 想到什么了 想到那个牛顿莱布尼兹 就是这个地方 用了牛顿莱布尼兹 大家想 从左到右 比方说 从X1到XN F1比尔做积分 这个积分是谁 大家都知道 原来这个积分 就是原函数取上线 就是它 减掉原函数取下线 就是它 以前是正正 以前是给积分 写成 相减 今天是把相减 逆向思维 写成正 这种思想 我们会在积分里面多次使用 比如第九章积分计算 比如后边的第十一章 积分的证明 我们都会多次遇到这种题的 就这个地方 好了 我们要再次用了 这个牛顿莱布尼兹 FB减FA 等于A到B上 F的倒做积分 前面这个F1照超 然后就可以怎么办了 放缩 大家想 你加我整体套绝对值 整体套绝对值干嘛 小于等于 是不是每个人都套绝对值 是不是 小于你自己来个绝对值 是吧 又小于什么 是不是你自己来个绝对值 好了 然后再往下走 第一个这是个数 就不用理会它了 然后这个地方就引起倒数了 倒数比谁小 比一加平方 所以呢 再往下走 前面这个地方 这是个数 不必理会它 后面这个地方 就能引起倒数了 看倒数比谁小 是不是倒数没有这个 一加替方大 所以一加替方大 然后大家再想 这个一加替方做积分 又不会超过谁 不会超过正负无穷 所以呢 再往下走 是不是前面这个数 咱们不必理会 然后这次呢 就把积分一狠心 放到正负无穷上 正负无穷肯定最大嘛 那正负无穷上做积分 这刚好是什么 阿哥正无穷二分之派 阿哥负无穷负二分之派 正二分之派 减负二分之派 刚好是派 所以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答案最终是什么 就是这个F1 再加上一个数派 这是什么 这是数哈 这说到底就是个数 所以我们真的证明什么了 证明绝对值 数列绝对值 小于一个数 这说明此数列干什么 是有界 有什么界 上下都有 上下都有又单调 立即推干什么 那就有极限 所以极限存在 另乘A 剩下就好办了 极限存在另乘A 然后再求极限 怎么求极限 回到原地推 所以呢 再往下 我们要求极限了 那么求极限怎么办 是不是在这个 D推两端 同时取N 朝无穷大跑 那这样的话呢 数列的极限是A 那么这端的极限 就是谁了 就是FA了 这端的极限 就是FA了嘛 FA 那所以我们得到了 极限A A在哪来 A等于FA 那大家想 A等于FA 这个A可以起个名字呀 A等于FA 这个A叫啥 答A就叫起个名字 A就是这个方程的根了 你看对不对呀 你看哪个方程 就是A等于FX A等于FA 给A来个名字 那A不就是这个方程的根吗 然后人家让你证明 这个方程的根是唯一的 因为极限是唯一的 我怎么证明 这个方程的根是唯一的 方程的根是唯一的 大家想 要想证明 方程根是唯一的 最好的方法 求导 用单调性来解决 是我把这个方程 给它移过去 构造一个辅助函数 然后对它求导 它的导数就是1 减掉它 然后呢 用咱们的条件 条件告诉我们 导数比谁小 这个导数 是不是小一等于 1加平方分之1 导数比1加平方分之1小 加负号呢 大于等于 是不是负的1加平方 所以呢 这个地方应该比谁大 应该大于等于 1减1加平方分之1 1减1加平方分之1 那不就是变成了这个东西 肯定大于0吧 导数比0大 说明这个根具有什么性 具有唯一性 它做完了 这个题不好做哈 这肯定很难了 这种题 巩固提高的题 那肯定给大家编排的是有一定难度的 但是这种题呢 很能开发我们的思维 像用到坐差 拉个朗日 同号推单调 加绝对值 凑牛顿莱布尼兹 然后呢 放缩 然后正有戒 最后呢 就是得到单调有戒 所以有极限 再把这个极限求出来 最终就传出来了 这里面涉及到拉个朗日 证明单调性 涉及到牛顿莱布尼兹 放缩 证明有戒性 最终合二为一 有极限就行了 好了 这个这种题哈 第一次做肯定是卡壳 对吧 我估计这六个题目 我们同学第一轮做 可能能做出一半 就已经了不起了 是不是呀 可能就会做第一个第二个 可能三四五六都被卡壳了 或者说三四五六又做出某一个 总之这六个题要想全都做出来 这有点不现实 那肯定是有难度嘛 因为我们还有第二轮复习 还有第三轮复习 我们还有第四轮冲刺复习呢 一轮一轮来 所以这个一千题 大家呢 先做一遍 听一遍 到了后面还得再挑着过一遍 就是把一天一千题里面 大家第一轮感觉棘手的 包括听课 感觉还是有点想不到的 就这样的要标记出来 然后等到这个做完了 听完课了 把那些标记出来的题目 还得再做一遍 他这样来的 好 那这个就说完了 那么再往下走 我们来看 第五题 这又是一个综合题了 小F是连续函数 小F比X的小 这是一个不等式 小F比0大 而且比X的小 然后呢 给了一个递推 看N加1等于FN 这是一个递推 第一位证明 数列是有极限 收敛嘛 收敛就是有极限 那我怎么证明有极限呢 显然又是单调有界 他给了A1 我希望从A1看看A2 跟刚才上上一个题一样 那你看A1是干嘛的 是不是A1比0大 A1比0大 那A2呢 A2就往这里带 A2就是FA1嘛 是吧 我们这样就能推出 我们的A2了 那A2就是FA1 FA1会怎么样 人家说了 看 只要X大于0 看 X只要大于0 就有FX的大于0 就是字边量大于0 F值大于0 现在A1大于0了 那FA1呢 肯定也大于0 所以我们得到什么了 得到A2将也大于0 好了 不再写了 你写的话也行 就是归纳 归纳可知 整个数列都是大于0的 这叫有下界 这是一种不完全归纳 可以这样一笔带过 有A1推出A2 同理可知 其他都大于0 就行了 有下界 接下来就得干嘛 证明它的单调性 那怎么证明单调性呢 我们始终强调 证明单调性 一方面靠作差 是不是作差 我们多次用到 一方面干什么 借助重要不等事 是不是有可能是借助我们平时自己积累的重要不等事 有可能是借助题目让你证明的不等事 你说对不对啊 你像我们刚才第三道题目 是不是就是借助重要不等事 第四道题目 是不是借助作差 第五道题目也应该是这样想 好了我们来看 接下来要证单调性 要证单调性就是证什么 就是证这个N加1跟谁的关系 跟这个N的关系 那N加1和N啥关系呢 我们先看N加1等于F 这是题目给的 但是你发现没有 题目条件告诉我们 只要字边量比0大 就有F字边量小于字边量 那就像我们刚才已经知道AN大于0了 AN大于0 那么FAN 看就得小于等于谁 小于等于AN 这就是借助题目的重要不等事 那这样的话 首尾一看 是不是角标大做小 角标小做大 这叫什么单调递减 所以这个数列就是单调递减 于是那就干嘛 这个极限必存在 故第一问做完了 极限存在 那么第二问 让你证明这个极限就是 满足FT等于T 我已经知道第一问有极限了 那可以干嘛 那是不是把极限设成T了 因为已经有极限了 第一问说的 有极限把极限设成T 然后我们要求极限 那这个T应该是干嘛 大家想 这个T肯定是大一等于0了 因为这个AN本来大一等于0 AN本来大一等于0 AN有极限 其实这个极限肯定也大一等于0 对吧 肯定也大一等于0 好了 当然第二问用不到 极限等于T 然后怎么求极限呢 是不是在这个D推 在这个N加1等于FN 在这个D推两端取极限 左边N加1取极限就是T 右端取极限那就是谁了 AN的极限是T 那是不是对右端取极限 右端不是FAN吗 FAN取极限 FAN取极限可以怎么办呀 可以把极限拿到这里边去 为什么呢 因为小F是连续函数 这个大家了解就行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连续跟极限可以互换 这个先后 你想想 本来这是啥意思 本来这是先F 先函数 是不是先做函数运算 再做极限运算 但是可以改成先极限再F 为啥 因为连续 必须得连续 连续函数才能这样搞 怎么搞 交换这个F跟极限的先后顺序 这个了解就行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极限符号 什么拿到里边去了 那拿到里边就是F他 那自然就是谁了 那自然就是FT了 是吧 其实我们刚才上一个题也是这样 只不过上一个题一笔带过了 没有写中间这一段 你也可以不被理会 直接是左边求极限是T 右边F他的极限就是FT 但要说真正的理由 就是因为连续 连续函数才能这样搞 才能这样来 才能这样来 好了 所以我们真的证明了 第二问也证完了 极限设为T 那则让你证明FT等于T 极限设为T 真的证明了T等于FT 好了还有第三问 第三问把题目条件改了一下 说把原题目小于等于X 改成小于X 好 这一改 我来问同学 这一改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第一问的做题 会不会影响到第二问的做题 不会 它就会哪里变了 你想吧 你看第一问 第一行是不是归纳法大一等于零 这个没有不受影响 因为这个地方没改 你看看到没有 因为这半段没改 这半段没改 所以 所以这个第一行归纳法大一等于零不受影响 它改了小于X 那第二行会有影响 你看 如果是原题目小于等于X 这个地方是小于等于AA 如果是小于X 这就干嘛了 是不是小于AA 小于等于它 小于它都叫单调递件 这也相当于没有影响 对不对啊 我们认为 AAA加1小于等于它 和AAA加1小于它都叫单调递件 那第二行也没影响 所以有极限也不受影响 所以你改这个地方 第一问 推导过程不受影响 还是有极限 第二问呢 也不受影响 你想啊 第二问的推导过程 只跟谁有关 是不是只跟这个连续性有关 你第三问 这个连续这个字没给人改掉 还是保留了 你只是改了这个地方 大前提连续保持住了 所以第二行也不受影响 也就是说 第三问的出现 依旧会有第一问和第二问成立 这个你得相信啊 就是第一问第二问 就是即使是第三问 第一问第二问 它还是成立的 好了 我们就认为什么呢 在第三问的情况下 看看 在第三问的情况下 依旧会得到什么 依旧会得到数列 有极限 依旧会得到这个极限 满足FT等于T 这个什么都不会受影响 听到没有 好了 看看 在第三问的情况下 我们依旧会得到谁 在第三问的情况下 我们依旧会得到第一问 有极限 我们依旧会得到第二问 是不是极限T等于FT 这两问都不受影响 这两问都不受影响 只是第三问让你干嘛 第三问让你证明这个T只能是零了 好我们来试试哈 本来这个T应该干嘛 本来这个T 那你想 我们刚才说了第三问的情况下 第一行这个有下界 丝毫不受影响 所以即使在第三问的情况下 依旧人们相信 AN大一等于零 AN大一等于零 是不是那极限就只能干嘛了 那AN大一等于零 是吧 那极限就只能干嘛 是不是极限就只能大一等 极限也就只能大一等于零了 是吧 这个T就得大一等于零了 我们说了不止一遍了 在第三问的情况下 是不是第一行不受影响 还是大一等于零 第二行单条D减也不受影响 有极限 还是有极限 第三行是不是T等于FT 也不受影响 什么都不受影响 好了 那么看 在第三问的情况下 大一等于零不受影响 根据保号性 这个极限T大一等于零 是不是得到这件事情了 那接下来呢 人家那里证明T只能是零 好我们想 T大一等于零 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T大于零 如果T大于零会怎么样 这就麻烦了 如果T大于零的话 你看第三问给了个啥 第三问是不是给了 FX的小于X的什么时候 看清楚 是不是自边量 X大于零的时候 看看 就说呢 第三问告诉我们 只要自边量一旦大于零 就有FX的小于X 那大家想了 如果第三问 这个T大于零 如果第三问T大于零 就应该有什么 就应该有这个FT 是不是小于T 是不是应该有这个东西 因为你第三问说了呀 看只要自边量大于零 只要自边量大于零 就有F谁小于谁 是不是就有FT小于T 但是你别忘了 第二问是干嘛的 是不是第二问T等于FT 不受影响 就是我们已经知道 T等于FT了 你现在又弄出T大于FT 这就矛盾了 这就产生矛盾了 矛盾的根源就是什么 你这个假设 你做了什么假设 T大于零 T大于零 就会产生矛盾 所以T只能干嘛 所以这个地方 T只能等于零 第三问T等于零 就做完了 这你得明白 他这个第三问的修改 是不影响第一问第二问的 也就是说 这个第三问的处理 依旧要建立在第一问 什么有极限 依旧要建立在第二问 T等于FT 然后在这两个基础上 再去利用第三问 推出提取零 是这个意思 你不能把第三问 跟第一问第二问都隔开了 那怎么能推出来呀 那肯定推不出来了 你好好评一评这个题 他这样来的 好这是第五题 一道综合性 蛮强的例子 最后我们再看 第六题 第六题那是最难的一个了 第六题那说 X在AB之间 小F也在AB之间 并且有一个大一零小一一的数 使得这个不等式成立 第一问 请你证明 有而且只有这么一个可三 使这个等号成立 这叫什么呀 这不叫方程的根的题了吗 是吧 F等于可三 那不就是构造辅助函数 用零点定理来做吗 大家想的挺好 用零点定理 但是零点定理是对什么函数 连续函数 是不是连续函数 才能用零点定理 这里面说明说小F连续 独多 小F在AB之间 小F使这个不通身 没提连续 所以这个题 在用零点定理之前 得先干嘛 先证明出小F是连续的 这恰恰是本期同学们 容易疏忽的一个事情 或者说想到了 但是不会证 这考咱们连续的基本功 怎么证明连续呢 要用这个不等式 要用这个不等式 X的1-X2 小于K倍的1-2 怎么用这个不等式 把X的1改成X X2改成X0 X的1改成X X2改成X0 改个字母 改个字母怎么办呢 两段求极限 大家想两段求极限 就是从上到下 人们只是改个字母 然后让X取X0求极限 X取X0 这一端就达到几了 X取向于X0 是不是这段极限为0 这一端极限为0 但你别忘 这个地方 是不是绝对值天生大于0 看到没有 加比准则 说明什么 这就说明什么了 看看 X的取向于X0求极限 在极限状态下 右边为0 左边天生大于0 说明中间为0 说明中间也为0 是不是中间也为0 中间为0 说明啥意思 说明X0点的极限 就是谁 就是FX0 于是我们得到什么 这个点的极限 等于这个点的值 立即推 函数在这个点干嘛 对了 在这个点就连续了 而这个点是怎么取的 任意取 这个X0是咱们随便取的一个点 就是随便一个点都连续 那说明什么 大家想 随便一个点 它是任意的 随便一个点都连续 立即推 那整个区间就连续了 这一段 其实在大学教材都有 就是那个同济大学 出版的第七版 教材科口西题 都有这种题目 我们这个题啊 就是改编子那个题 把那个题改难了 把大学教材的题改难了 第一位保留了 让考生先证连续 好 证明了连续 就可以用零点定理了 所以来 我们构造辅助函数 把这个可三一改成X 是不是 改成X 改成X 一过去 是不是得到一个辅助函数 然后检查端点 辅助函数在A点 辅助函数在B点 A点往里带FA-A FA大一等于A 那肯定大一等于0 FB-B F小一等于B 小一等于0 那你看 左端点大一等于0 右端点小一等于0 这说明啥 你说这不是零点定理 零点定理是不是一号 注意 这也叫零点定理 左端点大一等于0 右端点小一等于0 得到什么 得到他俩之间一定有一个点 使得这个辅助函数取到0 这也叫零点定理 只不过这个地方区别在哪 要区别写B区间 以前咱们怎么写 大家想想 以前是不是这样 左端点大于0 右端点小于0 是不是严格一号 如果端点 左端点右端点 是严格一号 这个0点在哪 在区间内部 记住 如果左右端点 是大于等于0 或者小于等于0 这种情况也叫零点定理 怎么写 写B区间就行了 就是说呢 这个点有可能取到端点了 有可能刚好就是A 有可能刚好就是B 有可能在AB之间 所以写B区间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写可三在B区间 使得他这个点为0 这个点为0 那就是什么呀 那就是F可三等于可三 打证明完毕 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回顾一下 曾经的连续函数的零点定理 以前是不是说两个端点一号 一号的话 这个点要写开区间 今天你记住 它可以推广一下 怎么推广 如果两个端点是小于等于0 这种情况下就写B区间就行了 这叫零点定理的推广 本题就是利用这个推广的来完成的 这样比答案解析更简单 答案解析又在那分类讨论 是吧 又在那各种讨论 我们没有讨论 我们就借助了什么 借助了这种所谓的推广的这种B区间的零点定理 那不就这样来用到了吗 好了 我已经证明什么了 我已经证明它有根了 那唯一性呢 我们刚才好像有一个题也是证明了唯一 刚才哪个题 是不是 唯一性 刚才第四题 刚才第四题怎么证的唯一性 是不是求导 我们也想到呢 是不是 要想证明这个方程的根是唯一的 想对这个辅助寒助求导 可是 他没法求导 为啥 因为小F 我们只证出连续了 小F只是连续 是不是小F没有资格求导呀 这个小F 你怎么能求导呢 所以 接下来唯一性又出难点了 不能求导怎么办 用这个唯一性 用反正法来去完成 反正法 也是我们考验数学 做考验数学的 一个方法 只不过平时用的少 但是 他也是一个备选方法 当求导这条路走不通的时候 确实得想反正法 那就假设干什么 我们已经证明 他有一个根叫可三一了 是不是已经有个根可三一了 我们假设什么呢 我们假设 第一位 还有一个根叫一他 当然这个一他跟可三不太相等了 就是假设还有一个根 就假设什么呢 假设一他这个点 也能让这个辅助函数 取到零 那就是一他也是根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能导出矛盾了 希望导出矛盾 怎么导出矛盾 一他这个点能使辅助函数是零 承担一个根 是不是可三已经是根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试试 那么F一他 减F可三就能写成谁了 一他是一个根 这不刚才已经假设了吗 假设一他也是根 一他也是根 是不是F一他就等于一他了 是吧 F一他这个地方 他就等于一他了 是不是我们已经知道可三一是根了 刚才证过了 可三一是根 是不是F可三等于可三 是不是F可三等于可三 是不是就换下来了 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就会得到屏幕上这样一个等式 这个地方就能导出矛盾 怎么导 两端加绝对值 给左边 这个右端加上绝对值 给左边加上绝对值 这一加绝对值 又回到咱们题目的条件了 是不是题目条件给了个不等式 看 题目条件咋说的 是不是F一减F二 小一等于K倍的一减二 这个地方再次用到题目条件 你找找题目条件 是吧 题目条件告诉咱的 F一减F二 小一等于K倍的一减二 那F你F他 小一等于K倍的你减他 于是呢 大家看 所有文导出矛盾了 这个K在哪来 题目说了 人家题目说了K在哪来 是不是K是在大一等于零小于一 人家说的 K是大一等于零小于一 那这不就产生矛盾了吗 那大家想 K大一等于零小于一的话 你看 左边这是一他减可三绝对值 小一等于K倍 绝对值小一等于K倍 一下得到什么 把这个K倍移过去 得到是不是 一减K 成绝对值小一等于零 一减K小一等于零 但是这个一减K 它是干嘛的 它是大于零的 因为K小于一嘛 那这就说明什么了 一减K比零大 那就只能说明什么 一减K比零大 那这说明什么呀 一减K它比零大了 但是这个一他跟可三 还是不相等的 我们假设它是另外一个跟 那这个地方呢 一他减可三不相等 加绝对值又干嘛 又比零大 是不是它又比零大 那这样就矛盾了 这个地方是正的 这也是正的 那怎么可能小于零呢 怎么可能小于零呢 于是矛盾产生了 矛盾的根源在哪里 你的假设 你假设什么了 你假设又有一个根了 你看 只要又有一个根 就会产生矛盾 所以没有根了 所以就谁 就一个 所以这个一他只能是可三 所以就一个根叫谁 叫可三 没有第二个一他 如果非要说有第二个一他 就还是可三 那一他还是可三 那说到底不就是可三 自己吗 那不就是道理吧 这一段又是本期的难点 这题不好做 相当不好做 这考到同学们自己制造连续性 凑零点定理 通过反正法证明了唯一性 好了 然后呢第二问 我们再来看 第二问呀 给我们开拓一个这个视野 开拓一种题型 第二问干什么呢 我们来找找 第二问说 我又弄了一个地推这个地方 请你证明有极限 而且极限就是可三 就是这个可三是什么 就是这个第一问的根 大家想这个题跟前面都不一样 我们以前的题都是啥 是不是证明有极限 并求极限等于几 是不是都是这样问 你仔细看看第五题 还有第四题 还有第三题 是不是都让你求极限等于几 而这道题倒好 是不是直接把极限结果告诉你了 是不是直接告诉你结果了 记住 这种已经告诉你极限结果的 这种证明题 我们这样去证 做差 它已经让你 你看目标很明确 就是往哪证 第二问目标很明确 就是往可三是身上证 就是你只要能说明啥 你只要能说明 这个XA极限是可三 那就成功了 你不用说是别的 就说可三 不是二可三 也不是三可三 就是可三 因为你让我证的是可三 目标很明确 记住 这种目标非常明确的数列 怎么处理 答 就是这个题 带给我们的收获 目标明确的这种数列 怎么处理 想证明极限是可三 目标很明确 就是正可三 怎么办 就让这个数列怎么办 就让这个数列 减掉这个可三 就减可三 因为你让我证的就是可三 如果你让我证的是二可三 我就减二可三 就是这种 就是我们又一种题型 叫目标已知 结果已知 该怎么完成证明 目标已知 结果已知的情况下 大家采用作差 让数列就减他 数列减他 他俩相减 能无限小就行了 这叫定义法 你看 被定义 我减你 能任意小 回想回想定义 是不是我给你无限接近 是不是你就是我的极限了 那我怎么证出 我减你能无限小 这就是难的 怎么证明 来吧 xn减可三 那你想xn是谁 题目说了 第二位 xn是谁 这个数列 xn 人家说了 就是这个fxn减1 那这个可三 是不是在第一位证出了 可三就是谁 就是f可三 所以大家把可三的地方 再换成f可三 这题目说的 xn根据第二位 d推换下来 可三根据第一位 方程跟换下来 好了 又变成两个f相减了 f减f题目条件 小一等于什么 小一等于k倍 又来了 是不是小一等于k倍的 自边量相减 这个题目给的 很巧 是吧 f减f 小一等于k倍的 自边量相减 于是你发现新大陆了 看 左边这个绝对值 n减它 跑到这个地方 n减1减它 多个k倍 是不是多个k k是数 是不是多个数 于是你发现一个规律 就是说呢 dn向减它 跑到下一项 要多一个k倍的这个数 于是大家想了 如果再往下写呢 再往下写 是不是再往下写 应该小一等于谁了 是不是小一等于 n减2减它 再多个k 是不是多个k方了 一直无限往下写 那最终能写到谁 最终能写到 x1减它 因为这个题 它是最小是x的1嘛 你看看这个第二问 这个第二问 它是从几开始的第二问 看看 第二问 这个n不是从1开始吗 看 最小是1嘛 所以呢 这个地方最多最多 就写到这个x的1 咱就不写了 好了 那你想 如果是写到x1减它 前面得多谁 你看 n减1减它 多一个k n减2减它 多2k 那就是说k的次方跟下角标永远是多少n 那你现在这是下角标是1 多几个k 对了 就要多这些k 而这个k在哪 太好了 这个k大于0小于1 k大于0小于1是一个数 大于0小于1的数 它的n次方 或者n减1次方 极限得几 极限等于0 是不是极限为0了 这说明什么呢 是不是说明这个右端的极限为0 右端极限为0 左端这个绝对值呢 你忘了吗 绝对值天生大一等于0 加比准则成功了 看看 是不是这个绝对值天生比0的 这个绝对值比他小 这个家伙极限为0 故两端同时取极限 加比准则 是吧 加比准则就夹住什么了 夹住这个地方 极限也是0 这个地方极限为0 说明xn的极限就是谁 这就足以表明xn的极限 就是这个k3 xn的极限是k3 这就侧面说明什么了 这就侧面说明了极限是存在的 对不对 我都能求出极限了 我极限是k3 我当然存在了呀 能明白这个道理吗 就好比我们以后讲导数的题 我都已经求出来导数是3了 那当然说明导数存在了 我都已经求出来 说明了极限就是k3 k3就是极限 那我自然有极限了呀 那不就这个道理吗 很容易这个这个理解吗 好 这个第二问是我们的一种新提醒 就是以后碰到这种数列的极限体 哪种数列极限体 结果已知 目标明确 比方说人家这样你 同学们 先你证明这个数列极限是3 好 我就让数列减3 怎么办 放缩 再放缩 像屏幕上 然后加笔准则就出来了 这种提醒在36奖上是有的 这种提醒考试倒没有这样出过 我们考试都是怎么出呀 都是先证明他有 然后再求结果是谁 都是结果不告诉你 那个结果咋求 是不是有可能通过观察法 观察法把结果观察出来 想起来没有 以前都是那样 先证有再求结果 今天是指明刀性结果给你了 你不用想别的 你就给我往这个结果上努力 咋努力 相减 作差 放缩 加笔准则 那就出来了 就像屏幕上 好了 那么巩固提高 我们的这六个题目就说到这里 再次提醒各位 这六个题目做的不好 也不要太过于沮丧 因为我们第一轮复习 难免是要碰钉子的 先自己做 然后呢 跟老师的课再过一轮 然后把自己不理解的啊 课堂上 这个是吧 感觉也有些吃力的 把它标记出来 等到我们暑假的时候 第二轮做一千题的时候 把这些标记出来的 第一轮不理解 第一轮没思路 这样标记出来的题目 放到暑假 再做第二轮 它就这样来的 好了 那么数列 我们到此结束 稍作休息一下 我们转入下一个话题 叫导数第三章 维分学的概念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